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我们这个单元要介绍的是中央极限定理的证明 首先我们先把中央极限定理的内容 先各位同学说一下 如果说是x1到xn的话是相互独立的 而且相同分布 期望值是μ 变异数是σ平方 那么只要是n很大超过30 这是实物上的操作 如果说n趋近无限大的话 这个叫做样本平均数 它所形成的分布将会逼近常态分配 而且这个μ就是原来的μ 它的变异数会缩小 会变成了缩小多少呢 n倍 那么我们看怎么证明 好 那我们现在将要进行的是中央极限定理的证明了 现在x1到xn 它是独立 相同分配 其望值是μ σ平方是变异数 那么我们要证明什么呢 当n趋近无限大的时候 这是要做 它的样本平均数 所形成的分配 将会逼近常态分配 那么它的这个 这是平均数是μ 变异数将会σ平方除以n 那么证明的过程 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假设 这是x1到xn 我们的总和 假设叫做sn好了 那么 那么x bar我们知道它是全部相加除以n 所以这就是sn 所以x bar是什么 sn除以n 好 那么我们先做了一个准备之后 来 我们来做什么呢 我们来算它的这个叫做sn的 这个动差生成函数 因为我们前面有介绍过 它是相加的 它是n个相加 那当然动差生成函数 将会每一个都一样 因为是每个都一样 所以是它是乘几倍呢 它是n次方 不是它不是倍数 它是n次方 因为它每个都相乘 好 我们再继续往下做 x bar x bar是什么 是n分之一 sn 这是一个线性的变换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写成什么呢 写成这是n分之一 n分之t 所以它可以把它写成sn的这个 动差生成函数n分之t 那么重点在哪里呢 重点它又可以把它写成了 次方 这是x的这个 所以我们要把它改成什么呢 x的部分 t分之n的n次方 那么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这个过程 这个地方算是一个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呢 要做的是什么呢 我们假设 我们将这个x bar 这是x bar的这个 就是我们的样本平均数 先做一个标准化 做一个标准化是做什么呢 我们要想要试图要证明 这个y其实就是我们常用的标准常态分配 z 来我们继续做下去 我们来看看y的动差生成函数是什么样子 现在我们把它拆开来 变成x bar 减掉 这是什么呢 这对我而言的话呢 这是一个线性变换 所以我们要看y的动差生成函数 是不是就是利用线性变换 来我们这是前面的定理 它的这个动差生成函数 就可以把它写成1的 后面的是bt b就是这个ax加b的b 是负的sigma分之1mu 乘上根号nt 然后mx bar是多少 这个是at 这个我们在前面的定理 用得上 然后重点是 我们又可以把它利用这个结果 x的n次方把它带进去 把它带进去 各位同学看一下 这边我们要把它带进去了以后 这边是要除一个n分之 有没有 这边用红色的来写出来了 n次方 好 那这样子来说 我们就算出了一个概括的算出了y的动差生成函数 我们下一步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 这边我们是n跟n还可以消掉 所以变成了比较干净的一个根号n sigma分之t 好 我们在这边做一个准备了 现在我希望的是什么 我希望的是要让n趋近无限大 看看它是长什么样子 可是我们要知道当n趋近无限大 这是不是好算的 所以我们要准备做什么动作呢 取对数 取natural log以后 可以把这个n扔下来 这又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东西 相成又可以拉开变相加 是利用对数率来取natural log 取了ln之后 前面就是ln 两个相乘就变成了相加 这是ln的话 这个地方的n次方 我们准备要把它丢到前面去 那么这个地方刚刚好 这个是可以做抵消的 exponential跟n是刚好log是抵消的 那么现在要把n要移到前面去 好 我们移过来了以后 现在我们要试图要去算的是什么 n趋近无限大 还是没有很好算 那么我们要怎么做呢 要利用一个变数变换来做 会比较简单 我们利用变数变换 我们就找一个p吧 p是做这个 把这个整体叫做p p是这个的话呢 当n趋近无限大的时候 p当然会往哪里靠近呢 往零靠近 这个是分母 这是分子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来说 根号n 我们把它算出来 p分之p sigma分之t 为了要取代这个 好 这个新的变数 套到原来的 这个叫做y的 y的这个动差生成函数里面 来我们看看这样的结果是 写出来了 根号n 用这个p sigma分之t带进去 变成这样 这个来说的话 这边的话呢 会变成干净的p 有没有 这边是干净的p 这边n 这n怎么办 平方就好了 好 那么下一步呢 下一步我们还是在继续准备 要让p趋近于零 那么在让p趋近于零之前 我们还是要做一个整理 一个的整理的工作 现在我们看这些不 跟我们p没有关系的 这些闲杂的一些变数 我们就把它移到外面去 这边有sigma平方 sigma平方 这边有t平方 t平方 所以我们把红色的移过去 这边就剩下来的 都是很重要的了 那么我们就来算 这个算式 让p趋近于零 现在的话呢 通分 这边是p平方 这边是照超 这边就减掉 μ乘上p 好 那么现在来看 当p趋近于零的时候 这是零 当p趋近于零的时候 这是什么 这是一 动差生成函数 如果我们代p等于零的时候 这个地方是零的时候 将会变成的是一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它的这个积分的 这个曲线下的全部的面积 那么 log取一 那也是零 零减零还是零 所以这个将会变成零分之零的一个格式 那么既然是零分之零的格式 那么我们想要算这个p趋近于零的时候 我们这边把这个算式先跟各位同学解释一下 动差生成函数是这样的定义 那么动差生成函数带零进去 我们就会发现它其实就是一个所有的状况 就是density function的 由负无限大积到无限大的状况 这是一 所以这是所有的几率 那么我们要记得这是什么呢 这叫一阶动差 这叫做二阶动差 好 那现在我们知道上面是零 下面也是零的话 这就是零分之零的一个格式 那么我们要利用什么方法来求这个极限呢 我们可以利用的叫做罗毕达的方法 这边我们继续写 这是零分之零 那么零分之零的话 罗毕达是怎么说的呢 说假设这是不定型 零分之零一个极限 带进去发现零分之零的话 上下各次微分 然后再把零带进去 好 我们使用罗毕达 罗毕达做出来 这边那么p平方的微分就是2p 那么natural log的微分是分之一 再乘上这个里面的微分 再减掉对p微分 这就是μ了 那么我们来看看结果 当p趋近于零 这是分母为零 这是多少 这是一 这个微分是什么 这就叫做一阶动差 这就是μ 一乘上μ 减掉μ 那也是0啊 那各位同学看 这就也是0 这上面的话呢 是μ 下面是1 零分之零 那罗毕达说 如果是零分之零 再继续做 做到它有答案为止 好 那我们继续再微分 来 我们来看 这也再进入一个罗毕达 2p的微分 对p来微分 那就是2了 这个地方来说 我们来做一个 就是先通分以后 再来一个叫做什么呢 我们这个地方 就是直接微分前面 后面微分变0了 所以我们就直接 这是一个分式的微分 底下平方 上面微分 下面不微分 减掉上面不微分 下面微分 这次就不是两个都微0了 我们来看一下 底下这个带0进去 这是1 所以没有问题 来我们写了 前面照抄 这边是2 没有问题 这是1 再看这个 两次微分这是什么 这个是1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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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是什么呢 这是mu 所以是mu1的平方 这叫做 平方的期望值 减掉期望值的平方 这就是 sigma平方 这就变成了 2分之t平方了 那么各位同学 2分之t平方 再仔细看哦 log 这个叫做 y的动差生成函数 取了对数之后 当n趋近无限大 它会往2分之t平方 靠近 好 算到我们这边 我们也知道了什么呢 当n很大的时候 y的动差生成函数 取对数之后 会变成2分之t平方 那么 本身来说 这个说明的是什么呢 当n很大的时候 这个 我们没有取对数的话呢 将会趋近 再取一个指数 1的2分之t平方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在前面 我们曾经介绍过 常态分配 常态分配的 动差生成函数 我们举了一个mu等于0 sigma等于1的一个特例 我们发现 z的这个 动差生成函数 跟它是一样的 那么z的 动差生成函数 这个前面 我们有证明过了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y 就是n个样本平均数 然后进行的 标准化的之后的结果 会近似常态分配 z 所以本身来说 当然 没有进行的 标准化的x bar 当然就是什么呢 就是 mu n分之sigma平方 这是normal 所以我们证明了 这样子的结果了 那么 我们这个单元 我们证明了 中央极限定理了 那么中央极限定理 其实真的就是 我们在推论统计里面 最重要 使用最广泛的定理了 我们最重要的 就是借助了 动差生成函数的观念 证明出了 中央极限定理 那么这个证明的话呢 是因为使用了 很多微积分的基础啊 那么对于 比较有兴趣的同学的话呢 我们可以建议 各位同学看一看 初学的话呢 同学我们就不建议 看证明了 稍微 这个 好 感谢观看